大家好,我是老杨 秋天天气越来越凉 所以今天我买了一块羊肉 给家人进补一下 首先把羊肉洗净 因为羊肉有三味 所以最好是在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就能去掉羊肉的大部分三味 泡好的羊肉 下一步切成条 然后再把羊肉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然后再准备大概半个白萝卜 把皮去掉 冬吃萝卜下次将 这个季节多吃点萝卜也非常的好 然后把萝卜改刀切成块 装盆备用 再来切点姜汁 下一步再给羊肉焯水 羊肉凉水下锅 然后再加一点料酒 再次去掉羊肉的三味 水开以后 把羊肉的血水焯出来 然后装碗 然后再上锅 加入适量的水 倒入羊肉 加入几份姜 再加入适量的盐 对羊肉的时候 尽量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 尤其是大料 然后可以多加一点胡椒粉 这样还能大大的去掉羊肉的三味 等烫开以后 加盖炖30分钟到40分钟 等时间到了之后 加入白萝卜 然后把火候调大一点 再炖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我再加一点枸杞 这样一道暖暖的炖羊肉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今天的美食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